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8号 那中国和印度的这个边境的局势 最近几个月呢 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升级啊 真的是这个变得越来的越危险啊 狗哥呢 是一直在关注这个局势的升级 也一直的在做这个影片啊 向大家呢 及时报告这方面的消息 那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啊 或者说呢 是在昨天的这个午夜的时间 一点多的时候 中国军队的西部战区发言人 是有一个最新的表态啊 大家呢 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 在深夜 或者说呢 是在凌晨的一点多 发了一个重要的声明 大家呢 来看一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校 就印军再次非法越线挑衅发表谈话 他说呢 在9月7日 也就是在昨天 印军非法越线 进入中印边境西段 班公湖南岸 神炮山区域 地点呢 就是中印边境西段的 班公湖南岸 一个叫神炮山的地方 解放军呢 这位发言人就说呢 印度军队啊 在行动里 悍然对前出 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 巡逻人员 鸣枪威胁 中国边防部队 被迫采取应对措施 吻控限定局势 那中国军方的这个表态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鸣枪 开枪了啊 印度军队开枪了啊 中国军队的说法呢 就是在昨天印度军队呢 是再一次非法越线 也就是指控的印度军队呢 是再一次进入边境争议地区 然后呢 中国军队呢 去交涉 去阻止 结果呢 遭到印度军人的鸣枪威胁 然后呢 中国军方的这位发言人就说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 吻控限定局势 那现在呢 还不知道这个中国军队在当时采取了什么样的 这个应对的措施啊 是不是也是这个开了枪 开枪示警啊 强硬对峙 还是说就是避免打起来 然后马上呢 就撤退了 这个呢 就是中国军方他们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 发了一个声明 在凌晨的一点多中是指控印度军队呢 再一次越线 并且呢 开枪威胁中国军队 那印度那边怎么说 大家呢 也来看一下啊 印度军方他们在今天啊 是针对中国军方的这个指控呢 也发了一个声明 印度军方就说呢 发生在9月7号的事 是中国解放军的部队 试图靠近印度军队 在前线的一个阵地 印度军人呢 要阻止他们的行动 结果呢 解放军的士兵呢 就朝空气开了几枪 来恐吓印度军队 声明到最后还说呢 中国军方发言人的说法 是在故意误导中国国内的民众 还有国际舆论 这个呢 就是中国和印度 在边境地区发生的最新的一轮冲突啊 是发生的昨天 9月7号 两国军方 他们各自的说法 两边呢都是在指责是对方先挑衅 都是指责对方开枪 那昨天的这个最新的冲突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呢 肯定是这个说不清楚啊 因为在这个冲突地区啊 只有中国和印度这两边的军人 没有任何其他独立的第三方 这个印度媒体 还有这个国际媒体的记者呢 也都过不去啊 所以呢 这个冲突呢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哪一方有主要的责任 你现在呢 肯定是搞不清楚啊 但是呢 从两国军方发的声明里边 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 就是在昨天 他们开枪了啊 不管是哪一边开了枪 反正呢 你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 就是在昨天 9月7号的这个中印边境冲突里 是开了枪 这个呢 是最近45年来的第一次啊 狗哥呢 再重复一下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中印双方的军队 在时隔45年之后 昨天呢 是第一次在边境冲突里开枪 虽然在当时呢 应该呢 是朝天开枪 是属于这个警告性质的 但是呢 大家呢 还是必须要意识到 这个事的严重性 那一直关注狗哥频道的这个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 今年以来 这个中国和印度 在边境地区局势的升级 是从5月份开始了啊 刚开始就是在这个争议地区呢 两边的军人是对峙啊 那对峙的次数多了 火气呢 就越来越大 终于是在今年的6月份 酿成了一次超大的冲突 这个呢 大家呢 应该呢 也都知道 就是在加勒万河谷地区 6月15号 两边军人呢 是打了一次大群架 结果呢 导致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人员伤亡 印度那边呢 有这个20个人死亡 还有很多人受伤 那中国这边的具体的伤亡情况呢 一直到现在 中国军方啊 中国政府呢 都没有公布啊 但是6月份的那次大冲突啊 即便是打成那样 两边呢 都是下死手 下狠手 都打出人命了 但是呢 在当时双方呢 也都没有开枪 并不是说当时打架的时候 两边没有带枪 很多士兵当时都带着枪 但是呢 都没有开枪 都是用棍棒啊 用石头啊 用拳头啊 这些非常非常原始的武器 去这个打架啊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开枪 为什么这个命都要没了 都像这个被打死了 也没有开枪 就是因为在当时 中印双方还有一个共识 就是在边境的这种冲突里 对峙里 绝对不能开枪 因为要防止这个局势的激化 变得没法收拾 那这个共识的基础 就是中印两国政府 他们在1996年签的一个协议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 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那这个协议里边就规定了啊 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实际控制线 两公里的范围内开枪 所以呢 在今年6月15号的这个 加勒万河谷大冲突里啊 虽然两边呢 出手都是非常非常的狠啊 都是要人命的 但是呢 在当时也都是遵守了这个协定啊 遵守了这个规定 不能开枪 但是在6月15号的这场大冲突发生以后啊 印度方面呢 它是首先改变了政策 决定呢 不再遵守这个规定啊 印度政府呢 在当时呢 已经是授权给了一线的部队 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开枪 所以呢 从政治上来讲 1996年 中印两国政府签的那个军事互信的协议啊 现在呢 已经是变成了一张废纸啊 已经是这个被打破了啊 所以呢 这个中国和印度 今年以来在边境地区这个冲突的轨迹 发展的趋势 大家现在呢 应该呢 是已经看的是很清楚了啊 5月份 这个冲突呢 开始升级 6月15号 在加勒万河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冲突 8月底 印度呢 又展开了一场大行动 占领了争议地区的很多地点 同时呢 还发生了地雷爆炸事件 导致印度士兵呢 是一死一伤 而且呢 都是这个藏族士兵 那到了这个现在的9月份 昨天 9月7号 又发生了45年以来的第一次开枪事件 所以啊 从今年的5月份到现在 中印双方在边境地区的这个冲突啊 是在一步一步的升级 大家呢 应该呢 都看得很清楚了啊 如果说这个趋势 不能得到遏制啊 中印两国的这个政府啊 军队 不能够及时采取措施 遏制这个趋势 还是要放任这个趋势的发展 那往下 肯定就没什么悬念了啊 再往下呢 肯定就是这个开枪开炮了 两边呢 就会爆发一场这个武装冲突 这个呢 是一点悬念都没有啊 狗哥呢 再强调一下 如果说现在中印双方的政府 不能及时采取措施 遏制这种边境局势的升级 那爆发一场新的武装冲突 这个呢 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啊 迟早呢 肯定会发生 而且呢 还可能很快就会发生 那对于中印 今年以来的这一轮的这个边境冲突啊 狗哥在以前的影片里 已经说过自己的立场了 狗哥的态度呢是很明确的 就是非常反对中印边境地区局势的这种升级 甚至说呢是战争啊 谁首先挑事 谁首先挑起战争 狗哥呢就反对谁啊 到现在为止呢 狗哥的立场呢还是这样的 中印边境地区啊 本来绝大部分都是无人区 其实呢都应该留给这个藏羚羊 应该留给这个藏野驴们 大家呢真的是不应该为了那个地方啊 就去开枪开炮就去打扰动物就去破坏环境 那中印今年以来的这一轮这个冲突到底是哪一方应该负这个主要责任 也就是说呢 中国和印度到底哪一边是主动挑事的啊 造成了这种局势的不断升级 狗哥刚才说了这个边境正义地区啊 基本上只有中印两国的军人 还有这个藏羚羊啊藏野驴啊没有其他任何独立的第三方啊媒体呢也过不去 所以呢很多事实在短时间里啊也是搞不清楚的啊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边呢先挑事了 那狗哥自己的观察啊从这个6月份到现在狗哥呢是一直在关注中印边境的这一轮的冲突 所以呢狗哥呢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啊这个判断的不一定呢是非常准确啊 因为毕竟是这个隔岸光火只能是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呢来判断 但是狗哥呢还是愿意这个分享出来啊跟大家呢交流一下 6月份的这个加勒万河谷的大冲突 狗哥认为呢主要责任是在中国军队这边啊 证据呢狗哥呢就不说了 狗哥今天呢只说结论啊 那6月份造成两边这个伤亡非常严重呢 加勒万河谷的大冲突 主要责任应该呢是在中国军队这边 8月底到现在班公湖南岸的冲突 应该呢是印度军队在主动出击主动出手啊 现实的状况呢也是印度军队在班公湖南岸的争议地区啊 占领了很多的这个地点 有的印度媒体甚至报道说呢 一共是占领了超过30个这种高地啊制高点啊 从这个神炮山往南一直到热沁山口 大家从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到有一个斯潘古尔山口 那这个斯潘古尔山口呢是中国军队控制的啊 但是北边的标记的这个班公湖南岸地区 还有南边的热沁山口 现在呢都是已经被印度军队控制啊 在这个斯潘古尔山口啊有比较多的中国军队 所以呢从8月底到现在形成的一个态势 就是斯潘古尔山口的这个中国军队啊 已经是受到印度军队的南北压制啊 这个呢就是现在班公湖以南地区的状况啊 现在呢就看中国军队他们要不要进行反击 狗哥刚才说了 就是现在边境地区的这个局势呢 已经是非常紧张了啊 昨天是已经是开枪了 那现在呢即便是没有近距离的接触 两边的士兵呢 现在呢也都在对方的这个射击的距离之内啊 武装冲突真的可以说是这个一触即发 现在呢就是这种态势啊 那如果说真的爆发了冲突 这场冲突的规模可能会有多大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和印度都是军事大国 都有核武器 也都有这个很多的弹道导弹 那如果说爆发了冲突 那这个冲突的范围会有多大 会只是在这个边境地区 还是说呢会波及到更大的地区 比如说会不会两国的一些这个大的城市 都会遭到对方导弹的攻击 会不会到这种地步啊 会不会到这种程度 狗哥认为啊 这种可能性的应该是很小的 即便是发生冲突应该呢也是规模比较小的 在边境地区的冲突 应该呢不会发展成一场这个规模比较大的战争啊 狗哥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啊 就是这个中印两国政府 两边的这个主要领导人 他们呢都没有意愿去打一场这个规模比较大的战争啊 中国这边呢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他的这个战略中心就是维稳啊 要全力维持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统治的稳定 那中国军队呢 其实他主要也是对内的啊 所以呢习近平呢 他现在呢根本就不愿意打仗 而且呢 中国军队今年以来的重心 很明显的也是在东部和南部的这个洋海地区 主要呢是在这个台湾海峡 在南海要显示存在 根本呢就不是在西部跟印度接壤的这个边境地区 所以呢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啊 他现在不会想在西部呢 开一个战场跟印度去打一场战争 那印度政府那边主要的就是印度总理莫迪啊 莫迪呢 他应该也是看准了习近平的这一点 他知道这个中国政府 中国军队的重点呢 是在台湾海峡 是在南海对抗美国 所以呢 莫迪呢他就敢于在边境地区主动出击 给中国政府制造压力 但是呢狗哥呢也不认为 印度政府啊 莫迪他们有一个对中国进行战争的这么一个计划 印度他们最多也就是在这个边境争议地区呢 去占一些地儿啊 制造继承事实 他们不会有通过跟中国的战争去占领大量土地 比如说占领整个阿克塞钦这种计划啊 印度不会有的啊 所以呢 即便是中印双方他们发生这种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 那这种冲突呢 应该呢也是可控的啊 应该是这个小规模的冲突啊 发展成一场战争的这种可能性啊不大 也就是说呢 让两边的这个军人打一下出出气啊 让各自国家的民众呢 去打一下民族主义的积雪啊 嗨一下就行了 两国政府呢 然后呢 应该呢就会主动停战 不会真的去打一场战争 这个呢 是最可能出现的状况 当然了这个另外一方面啊 任何的这种武装冲突 他都可以说呢 是这种潘多拉的磨盒 你一旦打开 后果呢 可能呢都会非常非常的难预料 非常非常的难控制 很小的冲突 也非常有可能 最终呢会发展成一场大的战争 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个很多事啊 其实呢都是这样 所以呢 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 这个呢 就是狗哥要非常反对 中印在边境地区发生军事冲突 甚至说呢 是战争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你如果说 只是出于国内民众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为了给民众打鸡血 来换取你自己政治上的支持 你去打一场 这种没有明确战略目标的战争 那这样的战争呢 狗哥认为呢 是非常非常无耻的 这样的政治人物呢 也是非常无耻的 非常不负责任的 狗哥的另外一个态度呢 就是这个中印地区的任何的军事冲突 都不应该涉及到普通的民众 不管是军队的对峙 还是冲突 还是说这个可能出现了战争 你如果说真是打起来 那你两国军人自己去打就好了 你不要波及到这个两国的普通的民众 如果说你把这个平民 把普通的民众也卷入到这种冲突啊 或者说战争里来啊 那这种状况呢 也是非常无耻的 现在这个中印双方的冲突啊 可能就有这样的情况啊 最近这个印度方面说呢 在印度跟中国接壤呢 东部边境地区 有五名印度平民失踪啊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 今年这个印度和中国的冲突啊 主要呢是在中国的西部边境地区 在加勒万河谷啊 现在呢又是在搬公厕 也就是搬公湖 但是呢在上周末 有五名印度平民是在东部边境地区 这个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是失踪了啊 印度方面现在有消息说呢 说这五个印度人呢 可能是被中国军队抓走了 拘留了 但是呢 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昨天说呢 中国不承认印度设立的这个阿鲁纳恰尔邦啊 中国一直认为呢这个地儿呢是属于中国的藏南地区 那他呢对印度人失踪的情况也不了解 那这五个印度平民失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呢还不是太清楚啊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中国军队干的 要制造这种事儿向印度政府施压压力 那狗哥呢是坚决反对的 狗哥是坚决反对把无辜的平民卷入到这种国家之间的争端里来 今天影片到最后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印度军队他是怎么对待中国平民呢 这个呢也是发生在最近的事儿 在上周 印度军人呢 他们在边境地区是发现了一些有困难的中国人啊 应该是这些中国人他们的车坏了啊 出问题了 结果呢 印度军人呢就帮这些中国人修车 还给他们提供了氧气 还有食物啊 所以呢 这个中印边境地区啊 应该出现的是这种场景啊 就是普通的民众可以这个自由的往来 如果说遇到困难可以得到这个军人的协助啊 不管说是哪国的军队 美国的军人啊 真的是不应该在边境地区出现这种军人之间的对峙冲突啊 甚至说是战争啊 更不应该呢 在这种冲突啊 战争里把平民卷入进来 甚至说呢 拿平民当人质 这个呢 就是狗哥的态度啊 好了 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 能够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些观点 那咱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